基隆市议员张炳钧陪同当地协和里长张忠信和相关单位以及海星游泳协会人员一起勘察泳池周边平台相关设施以及结构等问题 由于中山区外木山海星游泳协会一带的泳池平台已经新建好几年 许多铁架早已经腐朽甚至断裂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钧结合立委蔡世印以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积极争取下 已经计划重新整建维护永客的安全也提升整体景观 有一些比如说支架的腐蚀或者是平台的设计不良 这个问题确实造成很多人的困扰 那其实秉均跟我们张忠信里长 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不管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游客永客都在反映这个问题 那其实是经过我们两年的努力之下 其实也顺利包含请我们的蔡世印立委 包含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我们也共同争取到了两千多万的预算 将要在今年将整个海星平台一次性的修缮优质化 那未来的话可以让不管是游客永客来到我们万木山 来到我们海星平台这边游泳的时候 都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好的游泳环境 那这个目前的话其实今天为什么会特别在办理会堪 就是我们在邀集了我们的各相关单位 然后来共同在这边再次的讨论 所以还是有部分的细节需要再跟我们的全责单位来去续缩 包含一些栏杆的可能会有摇晃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路线 包含就是说它预定是在我们常有的结束完后 才会进行动工 可是暑假期间却是我们游客永客最多的时候 那如何做一个游泳路线的规划 让大家既可以来这边游泳 又不会影响到它施工的整个的工程 这是相当重要的 由于计划在外木山4000公尺长泳活动之后才动工 刚好遇上暑假期间来这里游泳民众最多的时间 张炳君也希望主管单位要想好相关配套措施 让整件工程可以顺利进行 也降低对游泳细水民众的影响 记者吴俊松吉隆报导